贾玲姐 沈凌哥 还有王俊凯本人 就是难忘经销 贾玲姐吧 三个形容词 对2022年 作为一个美好的期许 虎虎生威 然后呢 希望2022年能够平安顺利 也希望2022年能够开心健康 对 你们好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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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年了 敬凯也是春晚的常客了 刚才有一个形容我很喜欢 一个非常明媚的男孩 明媚的 看看我们找的多明媚 天生就是封面人物 谢谢 马上过年了 明年去虎年 对 我先给你出一个问题 行 你要回答正确了 咱就是封面人物 好的 很难的 关于虎的问题 老虎是什么动物 A 哺乳动物 B 爬行动物 C 两栖动物 太难了 太简单了 这个选择确实挺难的 对 你看看 这三个感觉都挺像的 关乎咱们的封面人物 你太配合老人家了 家宾太配合你了 一定要想好 确定吗 确定 不是动物 确定 不敢了是吗 不敢了 回答正确 好了 不许去看成为封面人物 老虎不是鱼吗 不是 这就定了 这就封面人物了 咱们规矩不是通过考验吗 我觉得还是要加个难度 加一份 加一点难度 加一点难度 这个考验一下小凯 因为这个虎啊 跟虎有关的成语挺多的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要让小凯呢 连续地说出 五个跟虎有关的成语 中间不能够断 四字成语 成语不一定是四个字 不是虎玄焰的虎子 也是成语 这也可以 俗语可以吧 俗语 我觉得不用非得是虎吧 虎虎虎虎都可以吧 反正都行吧 也行吧 也行 也行吧 来 五个就可以 准备 开始 第一个龙潭虎 虎虎生威 龙腾虎 龙潭虎 调虎离山 虎口逃生 一山不容易 几个了 你看超过五个了吧 这个确实挺优秀的 怎么样 没有问题了吧 而且一点都没有虎头蛇尾 一点也没有虎胃熊腰 也没有虎胃熊腰 每一个含情量都很高很筋道 好了 恭喜俊凯通过考验 来 有请俊凯来 步入我们的新春蓄力装置 请俊凯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送去新春蓄力 三 二 一 好 那下面也请小凯 为我们送出新春的祝福 好 祝大家在虎年虎虎生威 也祝大家在新年里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最重要的是工作顺利 然后呢事业更上一层楼 好 谢谢 好 谢谢 祝我们年大吉 祝我们世事上一 好 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